來,我們現在準備來蓋房子 那蓋房子有幾種方法 當然你可以用延續你的 那麼如果你覺得 現在蓋房子這樣太麻煩 沒有關係 你們現在買房子也不會自己蓋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使用暫地有飯粉好嗎? 哈哈哈哈 垂潔你覺得OK的飯粉就好了 好,來 我們有沒有 在檔案這邊有來自新飯粉 我先解釋一下給各位看 這裡呢 代表人針酒的不同階段 因為剛開始的時候 你只有 我估計家寡人一個就是工作室有沒有 再來呢 賺了一點錢 工作幾年之後 可以有一樓的公寓 再來有二樓的 那等到二樓之後就有三房的 然後再來就是有那個有沒有 窗台前凸的 再來有四房的 接下來有地下室的 這樣知道有不同階段的嗎? 有夾層的 你知道那個是豪宅的 所以你可以從這個地方去選 總共九種 那這九種的話呢 它有一個特色 就是他們家的這個 都是沒有材質的 只有顏色 因為它希望你自己去 蓋房子 準備你的家具那些 裝潢自己來 這樣了解? 好,所以你就可以從這邊選 比如說如果你只是要一房的功率 好,我就按下 使用這個 因為我們使用3D其實可以開很多個檔案 只要你電腦跑得動的話 有沒有? 這樣就有房子了 反正你們現在也都是這樣嘛 看完預售屋之後 決定買了 等它蓋完進去是不是就有了 哈哈哈 那你就負責擺家具就好了嘛 那不是這樣? 只是說現在房子很貴嘛 哈哈哈哈 好,那再來呢 它還有別的 一樣是在這個 來自新翻例 可是 這九個不滿意 有沒有來自更多的翻例 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帶你到我們剛剛一上課 帶各位去的那個地方 叫做畫廊 這裡就真材實料囉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是在這邊 是不是可以看它的動畫 互動嘛 可是你把它的這個 專案檔 它的專案檔叫SH3D 你把它下載 下載之後 你所看到的這些材質 通通都在裡面 所以 很少老師上課叫你去偷人家東西的 你可以偷人家的房子 好嗎? 你可以整棟偷 也可以直接拿你喜歡的帶走就好 還不用付錢 不用留借據 比如說 這個 假設我們這個好了 點下去 我找一個 這個 點下去 它就會從我們網站上 把這個檔案下載下來 好 把它存起來 稍等它一下 還好 這個四級美感還蠻快的 好 但是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跟我一樣 是用免安裝板的 請問可以點兩下打開嗎? 不行 因為它不認得SH3D是什麼? 格式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用安裝板的好處是 這樣子就點兩下打開 那沒關係 既然我用免安裝板 我就來上面這邊 我把這個程式打開之後 可不可以開啟就檔 好 你就要開啟就檔 好 就開啟 然後呢 找到 我剛剛下載的 OK 開啟 這樣也可以 所以你也可以用這種方式 好 那開完之後 它再另外一個視窗 在這裡 這樣有沒有看到的 所以B&M的樹如果種的比較好 我們知道怎麼做吧 Copy貼上 哈哈哈 啊如果你覺得 啊 這樣是不是不行 我整棟都賣 全部選起來 控制加C 不是啦 我一次拿一個就好了 嘿 我按一下這個 控制加C 你就回到你們家 說 老公我已經買好了 哈哈哈哈 臉書給你買好了 哈哈哈哈 這樣會了吧 哈哈 所以如果你喜歡的 只是其中一兩個 那我可以把它編成的東西過來 好 這是在 使用者裡面一個 蠻不錯的一個方式 OK 所以蓋房子 如果你想要從範本來新增 也是沒問題的 好